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除了参加今天早上的共修法会 在网络上直播的共修法会之外 我所知道的下午有些地方还有三好儿童班 还要继续教学研讨会 然后有一样要 当然各位会看到 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这一场 我们北美洲各道场一起联合起来举办的 北美云莱吉讲坛 这个讲坛以中文的讲说的是每个月都会有一场 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的 我想美东时间晚上的七点半 就会在YouTube上公开播放 那所以这一场这个云莱吉讲坛是特别 就是我们恭请到我们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秘书长 绝培法师呢 他实在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法师 那很有智慧 而且他能够就是延续着大师托付 由他来这个带领推动的很多的活动 那么他所主持的这场论坛 当然是延续着4月21号那一场 就是一个绿色公益的一个国际论坛 那这之中这一次的叫深重行动 是特别把整个的环保 节能减碳等等所有的议题 其中抽出来 特别叫做深重行动 就有关重数的这个部分呢 在这场论坛里头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那当然邀请到的专家 一位呢是惠之法师 是我们佛光山总本山的工程监院 在全球各地 那在建寺院啊工程啊 还有佛光山的土地啊 用途等等这一些 都是惠之法师在负责 那当然重数跟他就有关系了 那另外呢就是杨文德博士 另外还有一位 我们这也是佛光青年 传登峰会的这个胡伟杰先生 那么由他们来进行这场论坛 我觉得有一些重点 就是说我们一般 像现在佛光会在做的 这个环保的方面 已经带动这几年的 第一个当然苏石A计划 我想呢就是说 大家追着手边的 眼前的正在参与的 或者是进行中的一些活动 对于之前提醒过的 有的时候会慢慢会疏忽 比如说您今年您加入 苏石A计划了吗 这个环保救地球的一个行动 我看到那个里面 苏石A计划里面呢 他就说你一天 这一年 从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几次 那像初一十五呢 还是每个月几天等等 一年几天 他那个选项 其实又在根据大家的意见呢 他又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你应该进去看看 那或者您说 我先哪一样 到下一次做到了 我再勾哪一样 都可以的 那总是呢 苏石A计划 直接就是你少肉多菜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人 当然是全就是 就是吃我们叫常灾 就是素食者嘛 或者是Vegan都有 但有一些呢 他是偶尔啦 或者是说还是会有机会 那你可以这样参加 那用蔬食来做环保 这是一个你的居家生活 饮食生活 每日三餐 你都可以说 我这一周有几个早餐 我就是或者是怎么样 都可以有一个选项去参加 那另外呢 过去我们谈到的 reduce reuse recycle的 这个循环 其实到recycle 现在都知道 它已经不是完全环保 像有的人他说 我喜欢就买 喜欢 哎呀 反正多了recycle嘛 所以其实已经不是 不是环保的首要 重点所在了 那应该是reduce开始 那之后reuse 就是说你减少浪费 不必要的浪费 还有你重复使用 这两个是环保 到recycle 到回收 已经还不是那么重点 但像这些概念 都在进行中 那到现在我们推出 这个生种行动 各位看 生 生灵的生 就是三个木 然后种 故意选了这个种 绝备法是说 不要改 不要改成我们一般用的 种生的种 就是繁体质的种 所以它就是要保留 这个三个人 三人成种 就是说 有很多人 大家一起来种 很多树 以后呢 不管是地球也好 未来的下一代 未来的人 就是很多的人 就很多的树 就会品应 很多的人 所以我想这个种树 有一些概念 当然里面绝备法师 其实我们也提过很多问题 比如说树种 在北美洲 寒代如何 那杨博士 他是树的专家 都有一些回答 所以在这一场 就是以美东时间 是今天晚上七点半 大家一起上YouTube 赶快看 尤其呢 我要提醒 就是这个深重行动 讨论的这个内容 将会成为 在六月份 北美联谊会 举行的时候 其中 除了主题论坛 还有分组讨论 其中的一组的题目 所以你不去看 不去准备做功课 这一组 你怎么跟人家 进行讨论互动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 而且真的是 用了很大的心思 就是绝培法师 跟三位专家 进人间卫视的摄影棚录影 人间卫视帮我们上了中文字幕 这个 其实上字幕真是 我想有一些YouTuber 他们在上字幕都知道 是很 应该讲怎么 很繁琐 是很费时费工的一个工作 它不是自动就产生的 它是一句一句 你还要算着那个时间点 在哪里 要上 那已经都做完成的 然后 我就绝培法师寄给我 说他们已经 这个 准备完成了 就交功课 我看 哇太重要了 这应该翻成英文 要双语 所以又再请我们 沃太华的妙期法师 带着翻译组 大家赶快 就是分工合作 就进行了英语的翻译 翻译好 还要请我们世界总会的 妙期法师 再看过 确定 然后再重新寄给人间卫视 重新再帮我们上一次 双语的字幕 这中间还要有一些修订 再重来 就为了今天晚上的这一场 多少人的这种尽心尽力 务必能够做到完善的 这一份心意 我都觉得 如果我们早上佛光不讲 可能一般的人 他就 电视都是这样 其实这个真的是 由我们佛光人 大家集体创作 分工合作 这样子一步步来完成的 为的还是地球 地球生病 地球负荷太辛苦了 他已经有很多的反应症状了 如果我们再不做一些 真的叫do something 不做一些什么的话 就会如同 这个在21号的那场论坛里头 我就印象很深说 这是韦杰 他说 这主持人 他说 有一个原住民的朋友 跟他说 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传承过来的 而是我们从未来的下一代孩子那一边 借过来的 这个我们怎么归还 我们还给他们一个什么样面目的地球 都要去想 所以我想 其实我刚刚录影前 我说好多好好的想跟大家提醒的 重要的这些活动 但是今天这一场 我还是要讲 因为今天美东时间的晚上就要到了 那么4月25号 星期天晚上7点半 在北美美东岸时间 当然我知道在亚洲 应该就是在叫4月26号的早上了 但没关系 就在YouTube上你都可以看到 大家不管你几点钟看到 总是追上来 跟上来 然后一起来行动 这个会是我们佛光会 之后要这个规划 推展会 即便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仍然有许多功课要做 那这也是 深重行动 今天晚上这场论坛 我提醒大家一定要看 另外呢 我说我 我觉得佛光世界真是 好了不起 实在讲 因为我 本来我想说 我应该要 看一下这个海报 有些细节 跟大家提醒 这一看不得了 我先呢 是看到 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 然后青年经典论坛 哎呀 北区 年轻人 各位可能讲说 你又讲年轻人了 说实在的 因为太了不起了 你想一想 我们 当然我年轻 我22岁出家 我现在问您 各位观众菩萨们 当您22岁的时候 您在做什么 忙着读书 忙着谈恋爱 忙着 忙着什么呢 逛街看电影吗 如何 不知道 但是 竟然 我都觉得甚至了不起 我们佛光青年团 他们自己规划了 就是 在这个疫情期间 他们还要进行 青年经典论坛 北区的青年 研读金刚经 就是成就的秘诀 金刚经 然后 同样 同样是4月25号的晚上 我现在还没有拿到 那个资料 我是看到那个 这个时间 就是说 如果您是在亚洲地区 晚上 10月25号的晚上 是青年经典论坛 中区的青年 是研讨的 是 波瑞心经的生活观 都是波瑞思想 我都觉得 实在了不起 南区应该有活动 然后想一想 那我前两天还 通 不是通宵了 就是说 很晚的时间 全球在开会 佛学会考 然后 成人组的 这个报告 进度报告 青年组的 英文组的 然后 我们在 这个 南美 在智利的 成都岛 他讲 尽快给我们 我们翻译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然后另外一边 当然 我们沃泰华 要报告的是 我们负责的是 北美洲 来进行 但沃泰华作为一个 这儿童英文题库的 主要 又要找 这个请多伦多提供 以前的漫画题库 小朋友的 然后我们还要 邀约几位青年 都是动漫专家 然后来帮我们 最新的 这些题目 然后帮小朋友 再来创作 把考题变成漫画 这样 儿童组 这个我都觉得 了不起 然后三海儿童班 这老师的教学研讨 又开始 这一些 我都觉得 佛光山佛光会 实在好 了不起 还在 还在 谈着 北美临会 我们要开会 这个佛学会考 进行如何 然后 我要录影前 会东法师 电话来 方便讲一下话 我一回 他就说 这是要 邀请您 我们要准备开会 讨论 今年度 人间姻缘如何 怎么筹备 我说 还有空档吗 应该也还有了 分工合作 所以我想 这个佛光普照 三千届 伐水长流 五大洲 师父的愿心 在 在所有的 我们在家 出家 所有 我觉得是 很可爱的 佛光人 大家的 分工合作 集体创作里头 就一直在 向前推动 所以只要 跟着跟着 我都还没讲到 我们的佛学班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真的 佛光普照 好多好多 要分享 我又看到 沙米学员 我想明天 要跟大家分享 总之 有人问说 怎么早安佛光 每天的话 都说不完 因为全球 佛光人 太可爱了 我包含 我看到 澳洲在做什么 菲律宾做什么 纽西兰 那个美术馆 多棒啊 太多可以分享 其实 唯恐时间 不够分享 没有说 材料欠缺的 总是 这真是一个 佛光普照的 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代 真的佛光普照 那希望大家 在佛光普照里头 法系充满 大家一起跟上来 那么再提醒 就是今天晚上 美东时间的 晚上七点半 进行了这一场 北美云莱籍讲坛 去配法师为我们主持的 深重行动的 这一场论坛 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一起 继续来学习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